收假日国武北上交通量最高峰 一大早南北两项宛如不同世界 北上归宿塞车 南下畅行无阻 而台中清水服务区上午7点钟 停车场也已经停了7分满 民众早起北返 我怕塞车啊 因为昨天晚上塞到11 2点嘛 从台南然后要回台北 几点多门 5点50 会先看Google路况啊 春节放了7天 国道服务区也赚得盆满钵满 民众开车提神 多半会来杯咖啡 店家吃的喝的伴手礼 生意呛呛滚 高工局统计 小年业到初三 全台15个国道服务区 总营业额超过1.8亿元 前三名分别是清水关系 还有西螺服务区 从小年业开始到昨天 大概累计到3900万 过年期间 西螺服务区的营业额 应该可以突破2400万以上 成长率的话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的15% 高工局也公布11个地雷路段 包含国以北上西螺浦岩 南屯厚礼 苗栗湖口 国三北上珠山中心 草屯雾峰 大山香山 关西大溪 还有国五北上宜兰平林 国四坦子峰市 以及国六旧镇雾峰 国十人无左营 游南往北要是过中午才出发 恐怕一路塞回家 而走省道也不见得比较顺畅 旧大地雷路段 从台一线台二线到台86线 都有可能塞在车阵中 大年初五收假日 不想塞车耗时间就要机制选路线 记者中和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